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我们今天继续读《黄龙梦》这本书。好,我们先开始。 西人之老太太不放心,将宝玉人送到家母那边,众人都等着卫散。 家母便说,西人,我素肠因你明白,才把宝玉交给你,怎么进而带她原里去? 她的病啊,才好,糖果装着什么又闹起来,那可怎么好? 西人也不敢分辨,值得低头不语,宝柴看宝玉颜色不好,心里着实的吃惊,倒还是宝玉恐西人受委屈,说道,青天白日怕什么? 我因为好些事没到园里逛过,今天趁着酒行走走,哪里就装着什么了呢? 春节在园里吃过大亏的,听到那里寒毛指数,说,宝兄弟胆子太大了。 向远道,不是感大,倒是姓氏,不知是会芙蓉神去了,还是寻什么仙去了。 宝玉听着,也不打烟,都有王夫人急得一言不发。 家母问道,你到园里没有胡这样?不用说了,以后我要逛,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 不是你闹的,大家早散了,去吧,好好地睡一夜。 宝儿一早过来,我要找补,叫你们再乐一天呢。 别为她又闹出什么缘故来。 众人听说,所以辞了家母出来。 宝玉妈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下。 石像院仍在家母房中,英春便往西春那里去了。 愚者各自回去不提。 独有宝玉回到房中,安身叹气。 宝柴明知其故,也不理她,只是怕她郁闷。 只是怕她忧闷,过出酒瓶来。 边境里见,叫席人来。 席问她宝玉到园,怎么样的光景。 维持席人怎声回说,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回。 后方魂五儿称错爱。 还念债英女反真缘。 后方魂五儿称错爱。 还念债英女反真缘。 话说,宝柴教席人问出缘故。 空宝玉悲伤沉寂,便将带玉临死的话, 与席人假作先谈。 说是,人在世上,有义有情。 到了死后,各自干各自的去了。 并不是生前那样的人死后,还是那样活。 并不是生前那样的人死后,还是那样活。 并不是生前那样的人死后,还是那样。 活人虽有痴心 并不是生前哪样的人死后还是哪样 活人虽有痴心死得竟不知道 况且林姑娘急说先去 她看凡人是个不堪的着物 她看凡人是个不堪的着物 哪里还肯混在世上 这是人自己疑心 所以找出些邪魔外遂来缠绕 找出些邪魔外遂来缠绕 宝钗虽是与席人说话 原来说给宝玉婷的席人会议 也说是没有的事 若说林姑娘婚龄儿还在园里 我们也算想好 怎么没有梦见过一次 宝玉在外面听着 细细地想到 果然也气 我知道林妹妹死了 那一日不想几遍 怎么从没梦见 想必她到天上去了 叫我这反复数字 不能交通生命 所以闷都没有一个儿 我如今就在外间睡 或者我从园里回来 她知道我的心 可以我梦里一见 我必要问她是在哪里去了 我也时常祭奠 若是果然不离我这着物 果然不离我这着物 进屋一梦 我便也不想她了 注意一顶 便说我今夜就在外间睡 你们也不用管我 宝钗也不强 也不强她 只说你不用胡思乱想 你没瞧见太太 因你远离去了 记得话都说不出来 你这回子还不保养身子 她和老太太知道了 又说我们不用心 宝玉道 白这么说吧嘞 我坐一会子就进来 你也乏了 先睡吧 宝钗要她逼进来的 家宜说道我睡了 叫西姑娘伺候你吧 宝玉停了 蒸和机 等宝钗睡一下 他便叫西人说月 宝钗设下一副被褥 长江人进来 进来瞧二奶奶 长江人进来 瞧二奶奶睡着了没有 宝钗故意 宝钗故意装睡 也是一夜不宁 那宝玉只当宝钗睡着 便与西人道 你们各自睡吧 我以为我不伤感 你若不信 你就服侍我睡了再进去 只要不惊动我就睡了 西人果然服侍她睡下 预备下了茶水 关好了门 经理间去照应了一会 各自家妹 等着宝玉若有动静 才出来 宝玉间西人进去了 便将坐跟着两个婆子直到外头 她轻轻地坐起来 暗暗地住在了几居 方才睡下 起初再睡不着 以后我把心移静 谁知 竟睡着了 到缺 缺到一夜暗眠 直到天亮 方才醒来 失了失业 坐着想了一会 并无有梦 便叹口气道 真是悠悠生死 别经年 婚婆不曾来入梦 宝钗故意 凡是一夜没有睡着 听见宝玉在外边 连着两句便接口道 这话你说莽撞了 若莉妹妹在室 又该生气了 宝玉听了 自觉不好意思 值得起来 大善者敬礼前来 说我原来要进来 不知怎么一个 堆儿就打着了 宝钗 你进来不进来 与我什么相干 既然也本没有睡 听见他们两个说话 急忙上来倒茶 只见老太太 那边大发小丫头来问 宝儿爷做夜睡得安顿吗 若安顿躁躁躁的痛 二奶奶熟悉了就过去 喜忍道 你去回老太太说 宝玉昨夜很安顿 回来就过来 丑丫头去了 宝钗连忙熟悉了 婴儿喜忍等跟着 先到家母那里醒了礼 偏到王夫人那边起 这日凤剑都让过了 人到家母处 见他母亲也过来了 大家问起 宝玉晚上好吗 宝钗连说 回去就睡了 没有什么 众人放心 又说些闲话 只见小丫头进来 说 儿姑奶奶要回去了 听见说 孙姑爷那边人来 到大太太那里 说了些话 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边说 不必留了 让她去吧 如今儿姑奶奶在大太太那边哭呢 大约就过来赐老太太 家母众人听了 心中毫不自在 都说 儿姑娘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命里遭着这样的人 一辈子不能出头 这可怎么好呢 说着 银春进来 雷痕满面 银石宝拆的好日子 值得含着雷 赐了众人要回去 家母知道 她的苦处 也不便强流 只说道 你回去也罢了 但只不用伤心 碰着这样人 也是没法儿的 过几天 我再打发人 接你去吧 银春到 太太始终疼我 如今也疼不来了 可怜我 没有再来的时候儿了 说着 眼泪滞流 众人都劝道 这有什么 不能回来的呢 逼不得 你三妹妹 可对 要见面就难了 家母等响起探春 不觉也打下落泪 为是宝柴的生日 值得准备做喜说 这也不难 只要海江平静 那边亲家 掉进来 就见得着了 大家说 可不是这么着吗 说着 银春值得 憨悲而憋 大家送了出来 人回家母那里 从早之末 又闹了一天 众人见家母 老发 可自散了 都有薛姨妈 辞了家母 到宝柴那里 说道 你哥哥是今年过来 只要等到 黄恩大社的时候 结了等 才好赎罪 这几年 这几年叫我过苦伶仃 怎么出 我想要给你二哥哥 还婚 你想想好不好 我拆到 妈妈是因为大哥哥 取了进 虎怕了的 所以把二哥哥的事也疑惑 也疑惑起来 据我说 很开办 新姑娘是妈妈知道的 如今在这里也很苦 取了去 虽说再问穷 究竟比她 旁人门户好多着呢 薛姨妈道 你得病的时候 就去回民老太太 说我家没人 就要择日子了 宝柴道 妈妈直观和二哥哥商量 挑个好日子 过来和老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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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去过去 就完了一宗事 这里大太太太也巴不得去了 去才好 薛姨妈道 今日听见是姑娘 也就回去了 老太太心里要留 你妹妹在这里住几天 所以她住下了 我想她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 你们姐妹们也多续几天花 宝柴道 真是呢 于是薛姨妈又坐了一坐 出来辞了众人 回去了 却说宝玉晚见规范 音响 作业待遇进步入梦 或者她已经成仙 所以不堪来见我这种拙人 也是有的 不然就是我的心儿太极烂 也未可知 便想了个主意 像宝柴说道 我昨夜偶然在外头睡着 似乎比在屋里睡得安稳些 近日起来 心里也觉得清净 我的意思 还要在外头睡两夜 只怕你们又来拦我 宝柴听了 明知早晨她嘴里面是自然是为宝玉的事了 想来她那个呆醒 想来她那个呆醒是温顿圈的 倒好 叫她睡两夜 索性自己死了 心也罢了 况且昨夜她睡得倒也安静 便道 好没来由 你只管睡去 我们安理 我们 懒你做什么 但只别胡思乱想的 找出些 羡慕万岁来 宝玉笑道 谁想什么 喜人道 以我劝 二夜你进了 还是屋里睡吧 外面一时照应不到 照了两道不好 宝玉危急大夜 宝柴却向喜人使了个眼色 喜人会议 道 也罢 叫个人跟着你吧 夜里好倒茶倒水的 宝玉便笑道 这么说 你就跟了我来 喜人听了 倒霉一丝起来 灯石飞红了脸 医生也会言语 宝柴素质喜人稳重 便说道 他是根换了我的 还叫他跟着我吧 叫舍月 无二照料着也罢了 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闹了一天 也罢了 该叫他谢谢了 宝玉值得笑着出来 宝柴因舍月无二给宝玉 人在外间铺舍了 又祝福两个人 请睡些 要茶要睡 都流点声 两个答应着 出来看见宝玉 宝玉突然坐在床上 屏幕合掌 居然像个和尚一般 两个也不甘言语 这罐瞅着他笑 宝柴又鸣 喜人出来照应 喜人看见这罐 却也好笑 便轻轻地叫道 该睡了 怎么又打起座来了 宝玉睁开眼 看见喜人 便道 你们这罐睡吧 我坐一坐就睡 喜人道 因为你昨日哪个光景 老得二奶奶一夜没睡 你在这么着 成什么事 宝玉撩着自己不睡 都不肯睡 便说是睡下 喜人又祝福了 舍月等几句 才进去关门睡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